万万没有想到,我这样一个跟基督教、天主教、八杆子打不着的人 跟教皇方济各的神学观居然是高度重合了 这到底是我太自作多情,还是教皇偷偷改了信仰呢? 大家好,我是魏之超 4月21日,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离世 新教皇的选举也已经排上日程了 我在回顾他的生平的时候突然发现 他对科学的态度几乎把我这个自然神论者感动到当场起立鼓掌了 难道教皇偷偷皈依了我们自然神教吗? 为什么这样一位天主教教宗竟然跟我这样一个自然神论的粉丝能够同评共振呢? 那么什么是自然神论?我又为什么会信奉他? 我们今天就展开来聊一聊 教皇方济各自从2013年当选以来就被媒体贴过无数的标签 比如说所谓拉丁美洲教皇、平民教皇、环保教皇等等 但其实他还有一个更加低调却非常有分量的标签 那就是他是一个科学友好型的教皇 大家都清楚从中世纪以来 天主教会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就一直不咋地 什么火烧不辱诺、囚禁伽利略 还把哥白倪吓得不敢在活着的时候发表日新说 那个时候天主教和科学在争抢对天地万物如何运转的解释权 所以相互之间有点水火不相容的意思 但是教皇方济各对科学的态度却出奇地开明 比如说方济各曾经明确表示过 宇宙大爆炸理论和进化论都是可靠的科学解释 而且与上帝创造世界的这个观念并不矛盾 比如说他在梵蒂冈科学院的一次演讲里说过 大爆炸理论并不违背神圣的造物主的介入 这个理论反而是需要这样一位造物主的 他还说自然界的进化也并不与创造的概念相抵触 因为进化需要首先被创造出能够进化的生物 也就是说方济各认为科学家发现的这些宇宙起源 生命演化这样的一些科学规律 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上帝创世计划的一部分 而不是宗教信仰的对立面 在另外的一次演讲里 方济各还说我们不应该把上帝想象成挥舞魔杖的魔法师 仿佛他能够直接变出万物 相反他说上帝是以赋予万物内在规律的方式进行创造的 他的原话是上帝创造了万物 并让他们按照他赋予每一种受造物的内部规律自行发展 逐步趋于完善 这段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那就是上帝并不是通过随意施展奇迹来创造这个世界的 而是通过自然法则使宇宙和生命按照某一种规则自行演化的 另外方济各还说过 我们不应该完全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创世纪 不能够机械地认定这个世界就是上帝七天创造的 他是鼓励神学和自然科学分工写作的 科学回答的是这个世界如何运作 而宗教信仰探讨的是这个世界为何存在 看完方济各教皇的这些科学主张 我这个潜伏多年的自然神论者忍不住要起立鼓掌 因为教皇方济各的主张 跟我信仰的自然神论简直是高度契合 那什么是自然神论呢 我们自然神论者相信 这个世界是并不存在一个人格化的神的 世界是靠自然法则自动运行的 但是我们相信 在这个宇宙之外有一种至高智能 他曾经点燃了这个宇宙的引擎 给了这个宇宙最初的推动力 但此后那个至高存在 就把一切交给了自然法则 让这个宇宙自行运行了 我们自然神论者的信仰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比喻 那就是上帝花费了很多心思 设计了一个自动驾驶的宇宙 上帝在一开始按下了自动驾驶键 然后这个宇宙就一直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 自动行驶到了今天 或者说上帝如果是一位程序员的话 那么他写完这个宇宙的原代码之后 就立即下线了 宇宙这个大型程序是一直无人维护的 自动运行到了现在 我们自然神论这个想法 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 它其实有相当辉煌的历史 特别是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时期 它曾经是思想界的一股巨大的潮流 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气氛呢 是理性和科学正当红的年代 牛顿大神用他的物理学证明了 这个宇宙非常像是一部设计精密的机器 可以用数学和理性来理解它运转的规律 这就启发了后来很多的思想家舍弃了宗教里的那种 人格化的挥舞着魔法棒的到处施展神迹的上帝 当时很多智者就转而相信 神也许并不会在这个宇宙里随意插手 比如说法国大文豪福尔泰 他就是自然神论的铁杆粉丝 他觉得这个宇宙是这样的和谐有序 就像是一只超级精密的钟表 首先当然是有一位非常高明的智表将设计出了他 这个钟表将就是上帝 但是要注意 钟表将上帝最后一次出手干预 只是给这个表上好了发条而已 然后这个表就自己走下去了 另外一位自然神论的重量级粉丝是托马斯潘恩 托马斯潘恩是民主宪政思想的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 潘恩就曾经逐条批判过圣经里的矛盾之处 他认为圣经不过是人写的文学作品而已 绝不是神企 他主张唯一的圣经就是大自然这本书 我们应该用理性去阅读他 这当然是非常自然神论的一种思想 潘恩的这种自然神论思想为世俗政府的兴起和宗教宽容提供了思想基础 也对后来美国和法国的革命理念有影响 比如说他的粉丝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弗逊 就直接把造物主写进了独立宣言的开头 独立宣言那一段开头很多人耳熟能详是这样写的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正自明的 人人生而平等 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命权 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但是虽然把造物主都已经写到独立宣言里了 可是托马斯杰弗逊和其他的建国之父 却又拒绝任何国教 而是用一个宪法规则来规定国家应该怎样运行 这是妥妥的自然神论的精神续作 自然神论这种思想在19世纪之后就逐渐示威了 一方面是因为19世纪的浪漫主义宗教复兴 又把个人体验神秘主义这些东西重新拉回了舞台 而另一方面 进化论的成功和20世纪物理学大爆发 让自然主义作红 让很多人觉得这个宇宙不需要上帝这种观念听上去才更酷 而自然神论夹在中间就有点两面不讨好 关注的人就没有那么多了 但即使如此 自然神论仍然像是一条思想的暗线 其实它一直潜伏在很多科学家和思想家的心底 比如说爱因斯坦虽然没有明确的战国队 但实际上他就是一个自然神论者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他相信的是斯宾诺沙的上帝 斯坦诺沙的上帝就是一种通过宇宙和谐的法则来显现 自身力量的神 而不是那种会关心人类的日常事物的那种有人格意志的神 这是再经典不过的自然神论的立场了 再比如说埃罗马斯克在很多次采访里都提到过 他对宇宙起源的哲学思考 他是支持宇宙模拟假说的 他倾向于相信宇宙可能是一个模拟 也就是有某种更高维度的智能设计了这个宇宙程序 我们就活在这个程序里 他也明确表示过自己不相信传统宗教的神 这也是自然神论的现代虚作 那我们了解完自然神论的这些基本主张之后 再回头去看教皇方基各的主张 你看他承认宇宙拥有自洽的物理规律 并不需要上帝随手干预给这个系统打布丁 他拥护达尔文的精华论 不述出神迹来解释物种多样性 他把意义留给信仰 把机制交给科学 默认自然界是可以用理性来理解和描述的 这不就是教皇妥妥的在给自然神论背书吗 教皇你这个浓眉大眼的居然也背叛了革命 那最后回到我自己 我为什么会认同自然神论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这个宇宙展现出的优雅的简介 现在的物理学 从描述微观世界的量子力学 到描述宏观宇宙的相对论 都可以用一些非常基本的数学和公式 就相当自洽地描述和预测这个宇宙的运行 星系的旋转也好 原子的衰变也好 背后都遵循着严谨的法则 这个宇宙就非常像是一部设计精良 逻辑严密的巨大的机器 或者像是一个巨大的算法程序 再按照它内在的逻辑稳定的运行 换句话说 这个宇宙看起来 一点都不需要有一个上帝随时出手干预的样子 这反而让我更加相信 在这一切物理规律和现象之上 必然存在一个最初的源头 一个第一推动力 一个设定了这些优雅简洁自洽的法则的终极存在 但是宇宙的简洁只是其中一方面 对我来说还有一个更加关键 更让我觉得触及核心的理由 让我倾向于自然神论 这个理由就是我自己的存在 更确切地说是我的主观体验的存在 为什么我大脑里的这些物理过程 神经元的放电 化学地质的传递 不同脑区之间的信息交互 会伴随着我的主观感受呢 为什么不仅仅只是一堆复杂的物理化学反应在发生 而是会产生出我在这里看到红色 尝到酸味 感觉到疼痛的这些内在的主观的第一人称的体验呢 为什么会有一个我正在感觉这一切 这是在意识研究里困扰所有智者的一个终极难题 也就是澳大利亚哲学家大卫查莫斯说的意识的难问题 如果有一颗鲜艳的樱桃出现在你的眼前 那么它那抹饱满的红色会立刻在你的脑海里亮起 神经科学发展到最后 一定可以完美地解释 你看到红色的时候涉及到的所有神经活动 但是即便到了那一天 它也完全无法解释 我为什么会有看到红色的主观体验 我有第一人称的此刻感 我感受到我正在说话 你感受到自己正在听 物理规律理论上能够计算出这个过程里的所有神经激活 但是即便那样 它也解释不了我感觉我正在说话这个体验本身 我的意识 我这个主观的第一人称的观察者和体验者 似乎是这个客观的物理世界里的一个异类 一个完全无法被物理学还原和解释的东西 而正是这种主观意识体验的不可还原性 它的神秘性 让我强烈地感觉到 这个宇宙之外应该有一个与意识 与主观体验密切相关的本源 我强烈地觉得我前面说的那个第一推动力 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只涉及到能量 物质 逻辑 数学规则的东西 它本身可能就与意识 与主观体验有着某种深刻的 我们目前完全无法理解的联系 也就是说呢 在万物之初 物理定律与心灵活种 也许就是双生一体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那个宇宙之外的至高存在 可能就不仅仅只是一个推动力 而更像是一个上帝了 总之呢 宇宙无可比拟的优雅 和我主观体验的突兀的存在 让我相信宇宙之外 必有一个神秘的第一推动力 我就是这样皈依自然神教的 那好了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对教皇 对于自然神论有什么想法 或者你对于宇宙的起源 对于意识的本质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只要我有精力 我都会尽量回复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 请点赞分享订阅频道 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我是魏之超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